民間水上分隊原民水鬼隊 成立於民國56年 擅長急流水救生 在救援行動中 一般會先做好安撫災民的動作 再以大型機具救援 水上救生分隊 正式成立在民國56年 56年成立 要不成立的時候 在我們走水村 都有這個團隊急流水救生 我們今天如果有發生風災 有居民去幫忙包圍的時候 第一個時間 我們的機具 限電化的機具沒得過的時候 我們就用我們最快的方法 像我們原始的方法 我們先過一邊 先安慰 先把救生衣穿起來 等我們現代化的機具去的時候 要把它載出去 相當我們發生之後 有十歲到處 這是第一個時間點最重要的 民間水上分隊有個傳奇的救生器材 竹馬 是一路傳承下來的獨特救難工具 也是出勤任務的必備工具 它特別因為在肌肉水的時候 因為我們肌肉水 水底下的障礙物很多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我們如果用現在的機具 或是從什麼路的時候 或是會去擱淺 像我們的船外機 船外機它也是螺旋槳式 如果出大水的時候 風災的時候 水流已經很垃圾 所以我先講 一定會加到垃圾障礙物 我們這路的時候 我們機動性也很好 我們如果在高山 在所有的地方 機具不太高的時候 我們這個普通可以 壓到危機 我們要馬上下水 所以我們機動性很高 我們在肌肉水也很好用 議員羅美琳為民間水上分隊的顧問 長期以來關注支持水上救生分隊 議員表示 水上救生分隊奉獻無私的精神 令人十分敬佩 水上救生分隊在日劇時代 就已經成立了 當初他們是稱為水鬼隊 水上救生分隊的隊員 他們大部分都是來自於左水村 善於游泳的年輕人 他們就組成了水鬼隊 就是來救援這些溺水的民眾 那除了這個民間鄉南投縣之外 中部如果需要他們救援的地方 他們都會去支援 我們這些水上救生分隊的這個隊員 大部分都已經是第二代或第三代 他們承接了這個祖先 奉獻無私的這個精神 那他們這些精神 這次讓我們非常非常的敬佩 人膩己膩 救苦救難 是民間水上救生分隊的對訓 目前卻面臨人口外移 沒有新血注入的考驗 歡迎有志投入水上救援工作的鄉親朋友 能夠一起加入佐水溪唯一的水上救生隊 水鬼隊 民意新聞鄰家會民間採訪報導